你的事我的事都是新北市 新北市为了让我们的长辈们可以在地老化在地乐活 所以结合了许多的民间资源来办理这个银法族俱乐部 到底新北市的银法族俱乐部是怎么样提供一些资源 让我们在地的长辈可以来乐活成为大家的后促逼呢 在今天的节目的当中呢 很高兴的邀请到三位特别来宾一起来分享他们的一个经验 首先欢迎的是我们新北市社会局局长张锦丽 张局长局长好 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社会局局长张锦丽 再介绍的是来自我们五谷区更新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红李从理事长 理事长好 大家好 我是五谷更新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红李从 是 在介绍的是来自我们银歌区的永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游武雄理事长 理事长好 大家好 我是银歌区永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游武雄 是 讲到这个银法族俱乐部 其实很多参加过的长辈都知道 这是一个提供大家一个 怎么讲 可以在地乐活的一个场域嘛 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啦 还是很多人不知道说 我到底去那边可以干嘛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透过一段影片 就是社会局他们拍的影片 然后透过影片呢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长辈们到底都在俱乐部里面做些什么事情 一起来看看这段影片 来浩宇 你要来拍摆哦 浩阿桑哦 我今天没赢呢 我要去银法俱乐部呢 银法俱乐部 那是什么啊 哦 那是一个很差别的地方啊 我们就能当地去那旗旗开港啊 这样哦 这样哦 这附近有银法俱乐部 不然这样好了 我现在带你来去啊 好啊 好啊 来来来 菠哈山 在这里 在这里 你来一回 你让大家都想要来清除 好啊 你看这可以拼去 你看这也可以装在那边 嘿 嘿 这也可以装作油 这个做拉米 你这有一个是在炭吗 你最尴尬的 对啊 那是生厨的 市長公司就不定了 哦 没错没错 中后就还发了 来来来 豆腿来拍牌哦 好啊 主翁啊 大四起大四起 搞了搞了 赞赞的 好啊 好多啊 这是有一个生铁耶 我们去拿圆躺一下吧 好了 好啊 好的 这边是修杰一个 去买当铸王 一边是修杰一个 去买当铸王 啊 要去吃 一边 小孩 妳要来来 进阅读 還是你想要看菜 這個環境不好 有什麼小夫在那裡沒有銀髮俱樂部 你咋定嗎 來來來 現在手機很方便 我來教你怎麼查銀髮俱樂部 緊張 銀髮俱樂部是讓長者有一個健康促進的活動空間 並且有老人共餐 透過共餐方式建立起社群化 給我們 給兄 教育 報 吉祺 牽起人的 火 禮 吉 好 那其實從剛才的影片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我看到長輩們可以在那邊 打麻將的打麻將啊 然後看報紙的看報紙 走去的走去的 唱歌的唱歌 所以銀髮俱樂部算是我們為了讓長輩們 可以有一個在地樂活的一個地方 一個場域 所以我們新北市做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對不對 局長 沒錯 當初有這樣的一個構想 銀髮俱樂部是在100年開始設置的 那有這個構想的主要就是怕呢 我們的長輩這個年紀越大 他就越不想出門 每天呢不是看電視就是給電視看 所以就怕他會有這種失智啊 或失能啊 甚至失群的這樣的一個風險 是 所以呢我們就這個 開始研發了這個銀髮俱樂部 那銀髮俱樂部呢 就是把它所有的我們工友的場地都找出來 對 甚至的工友的場地找出來還不夠啊 所以我們也運用什麼教會啦 或者是宮廟啊 那當然還有很多的社區發展協會啊 等等 大家一起來投入 還有包含理辦公處 那麼就透過這樣一個公司協力的方式呢 找出呢 各式各樣的地方 然後讓我們的長輩在這邊呢 可以就地樂活 包含什麼呢 包含剛才您講的啊 他可以在那邊做很多娛樂 可以打麻將 可以唱歌 都可以 那也可以呢 做很多的那種健康養生 所以通常在我們銀髮俱樂部 一定都會有共餐 那不僅是有這樣呢 那還有呢 我們還最重要是要推動動健康 因為長輩出來他就是要活動嘛 所以我們有各式各樣的動健康 有自癒力啊 還有什麼這個甩活力 各方面的 就希望呢 長輩在這邊有一個共同運動的地方 吃完飯之後一定要運動 或先運動 就有胃口可以吃飯 那另外呢 也可以這個下棋啦 可以做一些這個文藝啊 一些相關的抑制的活動 像我們也辦很多這種桌遊 像我們兩位理事長 哇他們那個社區發展協會辦的 英法俱樂部都非常的澎湃 那裡面呢 在那邊都很開心 所以很多長輩他都不想回家 而且每次要去的時候 都要打扮得漂漂亮 因為在那邊有很多呢 跟他同年紀的朋友 所以到那邊人家都叫他小張啊小王啊 其實他80歲 人家都還叫他小啊小李啊這樣啊 所以在這邊都很開心 覺得很年輕就對了 所以等於是說 因應現在這個老人化的一個社會 對不對 我們知道說 高齡的長輩是越來越多的 沒錯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 在他們這個後半生 是能夠用健康快樂的形態 活下去 而不是說躺在床上 或者是說就在家裡 然後慢慢的失智 慢慢的一個退化 沒錯 所以算是我們新北市政府 在做超前部署的工作 沒錯 沒錯 那我想請教這個洪理事長好了 因為我聽說 您這個是三金是不是 得到這個 所謂的有關社區服務的 得到非常多的一個獎項 就表示說 您在做這樣子的一個社區活動 推廣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用心的 那是不是來談談 我們五股更新社區發展協會 是什麼在這個 銀髮族俱樂部這個部分 你們做了哪一些的一個努力 我個人的理念喔 活到老學到老 我將關回據點啊 銀髮族俱樂部啊 我把它設定它是一個學堂 因為老人家喔 不要因為老而推 要因為要老要更進步 要更活躍 所以說 據點呢 我是將它設定成 它是一個學堂 學校 讓它來這邊有 充電學習 然後有一種交易 把這一個一個空間 這是我設定的 據點就是學校學堂 是 那我請教一下 就是說 其實長輩有分蠻多種的啦 那我們也知道說 有一些可能就是 高級知識分子 可能以前念過書的 然後退休下來的 可能以前當教授 當老師 什麼什麼可能都有 但有些呢 他可能是比較在基層服務的 一些長輩 那會不會說 他們兩者之間會有一些衝突 大家會覺得 我呢 看起來 看起來 他覺得很奇怪 那有些人又覺得說 他們好像光鮮亮麗啊 然後我去那邊又覺得好像很卑微的那種感覺 會嗎 會有這種情形嗎 多少會 但是我所謂的學堂 這就是教育 我想時間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概念 可以把距離縮小 因為其實設計課程 我是覺得是一門很深的學問 所以我本身自己也很喜歡玩那個敲敲打打 所以老人家 你知道背東西 背歌詞有點難度 那我教學的名字叫做離譜教訓 離譜 離譜 沒有譜 沒有譜 就隨便自己來 不靠譜 因為老人家 都有潛在的潛力 只是都沒有舞台讓他展現 那我設計這樣子的一個課程 他們很喜歡 我還有一個叫彩色盤教學 彩色盤 因為彭麗燈嘛 如果連紅麗燈的顏色都分不出來 那就是色盤 所以我用顏色的那種 色盤的那種教學 帶領 這個也是一個很活潑的課程 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元就對了 其實每一個英法族俱樂部 可以有不一樣的一個形式 沒錯 反正我就是在這一個地方 那長輩人最好大家都來 對不對 我就是開開心心的 你喜歡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來這邊就是交朋友 來這邊也是 繼續的學習成長對不對 對 預防老化其實有很多的方法 像 延緩私字 延緩的私人 其實課程的設計 其實是 是要很 很慎重去把它設計 像我所謂的禮斧教學 我其實可以用很多的歌曲 不用歌詞 就用阿拉伯數字 然後兼手去比 真的嗎 讓它去 那我們是不是示範一下 來馬上獻來一段好不好 好 我就用台灣的那個世界名曲 一夜花 那一夜花 要拿去 有呀 那很多人歌詞可能不懂的 那我就用手 一兩三四五六七 一七六五四三兩七 一兩三四五六七 一七六五四三兩七 不好比耶 我們一起好不好 我們一起跟著理事長一起來一次好不好 好難喔 我們用最簡單的 我們用最簡單的 童謠 一三一三零一 有沒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六五四三二一 好難喔 是要兩手並用頭腦並用才行 而且它有話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可能常態就是什麼 六嘛還是什麼 但是它要比 是這樣子嘛 好難喔 因為手不能退化 手一退化 這個腦的退化就是很直接的 所以手一定要讓它靈活 靈活 手越靈活腦袋瓜就越... 是是是 剛剛是理事長 洪理事長這樣子示範 那是不是有理事長也要來一個 沒有啦 就是來談一下就是 其實永昌社區在英格來講也是非常棒的一個社區發展協會對不對 因為呢你們在地方上 只要說市府說我們來英法族俱樂部然後你們就衝第一 然後呢我們要辦老人共餐你們就衝第一 而且這個在性別平等這個部分其實社區是做得非常棒的 好 英法族俱樂部在永昌社區在103年就開始 是開辦 然後 當 要提倡老人共餐的時候我們都沒有場域 我們沒有場域沒有關係 到處都是場域我們就借助自己的門口啊還是鄰居啊 那大家收拾到天來吃飯吃醋味啊 對 哇 沒有地方沒關係 大家就 拿東西 到天煮 到天吃 大家目的就是要照顧他們出來 不要在家裡 大家宏理市長有說嘛 在家裡看電視 電視看 到不如出來 走出來 大家來高檔也好 或是說那個 那個學生也好 所以我覺得 英法族俱樂部第一 新北市一里一的英法 開始很落實 開始做得很好 對 路路續續 包括今年我也再生出一個 用餐禮的英法族俱樂部 變成我們利賴雲兩個的英法族俱樂部 一個永昌禮辦公處的 一個發展協會 一個是協會的 所以說 當期間這個 武行照顧很多 長者 他的生活起居 很多人不出來 我們都隨便 大家都有副董 像今天有什麼狀況 今天不來 大家去關心 去找找 去關懷 我會覺得 這樣一來 大家社區 也比較和樂 對 比較和海 是 做到 國中的庫庭 學習 大家都可以 得到很好的 樂和 在地老化 不要說 退化那麼快 我覺得 這是很好的 一個俱樂部 是 還可以 大家共同學習 讚 這兩個對這個社區 跟對這個理 真的是非常用心 我上次去採訪的時候 其實 理事長負責去買菜 也是理長 負責去買菜 然後呢 太太就在那個廚房裡面 然後就負責 然後 裡面還有一些 中泡塞 反正就是社區的 中泡塞 所以你看 我們社區的 市長 我們吃的都是 中泡塞 煮菜 午餐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就是好好 幫大家送餐服務 打包成一個一個的便當 所以 長久下來這件事情 真的很不容易 你知道嗎 所以呢 新北市府 要推動這個 李李銀法族俱樂部 不簡單吧 其實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們有這個政策 雖然有很多政策面的引導 但事實上 就像剛才兩位理事長講的 事實上他們真的都非常棒 其實呢 雖然有政策引導 但是坦白講 新北市政府的資源 其實沒有那麼足夠 但是我們看到呢 當地呢 就有很多 像這樣的社區領袖 他們就自己站出來 然後出錢出力 然後用他們的熱情呢 鼓舞了在地非常多的志工 所以他們的志工隊都非常強大 你只要到他的這個社區發展協會 不得了 那些志工的熱情 都會讓你淹沒了 因為你就覺得 哇他們簡直是真的太棒了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號召力 那麼使得呢 帶動了很多的長輩 他們就願意出來 這就像剛才有理事長講的 如果今天發現這個長輩沒有出來 我們就知道 他可能家裡出了什麼事情 我們就會到家裡去做一些 方式跟關心 或者是說呢 我們在這個 銀法俱樂部裡面 研發各式各樣不同的課程 當然我們新北市政府 也會研發非常多的課程 來支持呢 我們相關的銀法俱樂部 讓他們呢 每一位老人家來這裡 每天都有變不完的把戲 可以玩 他們就覺得會非常有趣 那再加上志工隊 再加上大家的熱忱 就形成一個互助共助的社會 所以我想說 銀法俱樂部其實在今年6月底 我們已經可以達標了 而且我們已經建了1173個銀法俱樂部 超標的 超過1032 因為我們全新北市有1032禮 所以我們多了141個銀法俱樂部 所以剛剛有理事長講 他那個禮就可以設兩個 所以就會看到說 這個就變成是一個自主自發的 一個這樣的一個運動 透過這樣的運動呢 在地就可以安老 在地就可以樂活 是所以說 只要你有場域 只要你有願意 其實都可以來去申請 要設立這個銀法俱樂部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會給一些資源 譬如說當初設計的時候呢 就如果你要開辦的話呢 就至少有10萬元的開辦費 那後續呢 如果你要再升級 成2.0 3.0 甚至成為社區公還據點 那我們還會有額外的補助 那另外最重要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 專屬的兩個輔導團隊 我們宏理事長也在其中 我們開發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課程 跟活動 甚至我們還栽培很多 動健康的講師 到每一個銀法俱樂部 都可以去做教學 也讓他們有一個舞台 因為這些都是初老 或者是中老的這些長輩 然後呢 在這個舞台上面 教大家動健康 自己也健康 也帶動別人的健康 我想這個都是非常重要 讓銀法俱樂部 不斷能夠發揚光大 而且呢 遍地開花的一個主要原因 是 那我再請教洪理事長 就是說 你們當時在推動 這個銀法俱樂部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一個困難 像剛剛局長是講說 他們是否能夠給的資源 其實相對的 並不是那麼的一個充裕 對不對 不是說你需要什麼 他們可能就能給你們什麼 所以可能都必須要透過 我們在地的一個力量 來支持我們所謂 所以我很認真在推動使用者付費的概念 是 因為老人家他有出錢 他就有錢力講話 他如果沒出錢 剩菜不好這樣嗎 如果他沒有出錢 他說我又不是乞丐 我吃不起嗎 這是一種觀念 還有就是我社區也算是蠻特殊 我社區本身這個建築物是公部門的 所以我們也不能亂來 所以我沒有廚房耶 我從96年9月12號正式開幕的那一天 我就買了那個路邊攤那個北梯牙 當廚房用到現在 已經用兩台了 我們其中 我們其中有一台 還在新加坡上過媒體 還在大陸那個海峽 那個高峰論壇 也都上過媒體 然後就有這樣子一個機嫌 吸引了很多 這樣國外大陸 那樣子就可以做成一個廚房 對 而且我們的志工團隊 夏天是熱的鑰匙 冬天是冷的鑰匙 夏天頭上那百分頭毛巾 很熱 沒有冷氣 對啊 然後我們那台是很激動的 我們叫做愛心餐車 然後我們也很榮幸 我們從96年到現在已經用了兩台 我們從周錫維現場 朱立倫市長 然後到何友宜市長 三位首長都到過我們那台餐車去下廚 我們長輩很幸福耶 市長來幫他們準備午餐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更能夠看得出來 其實社區真的很用心的 在照顧我們社區裡面的一個長輩 對不對 所以其實鼓勵更多的長輩能夠進來 那我想再問一下 因為其實疫情期間 以前長輩大家很開心對不對 但是現在好像據點啊 然後俱樂部好像有持續在對外開放嗎 會不會影響長輩們疫情後 然後再回來的那個意願 其實疫情對我們長輩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像我據點在去年的疫情 在嚴重開始起步的時候 我據點很遺憾的就是我那個國寶 那個101歲的阿嬤 我們侯市長還跟他一起玩夠打鼓的 市區長那天也有去 我有去 就是因為疫情 因為疫情他沒有辦法來據點 然後因為老人家來據點起碼都會有走動 或者來這邊據點跟人家來聊天 然後上課多多少少也動 雖然他101歲喔 他做事情還很認真喔 就是因為疫情不能出來 造成他身體的辯護 所以就很可惜的就走了 所以老人家其實對疫情他們的一種 這種狀態的一種感受 他們其實是很期待趕快結束趕快出來 但是問題是說像我的據點 其實我就停了一個多月了 我不得不停 因為我據點的長輩年紀都太大 我平均值已經83歲了 所以說這樣子的長者 我們是顧慮到他們的健康 但是其實雖然停課 但是我們不停學 還有我們也不停的在做關懷做仿事 我們志工團隊也都蠻認真去做這種事情 不會因為疫情就停掉了 所以老人家看到我們志工會 我們有電話去跟他做一些聊天關心的話 開心得不得了 都會問你一句話 當時就再開始 會不會難得見到你們一面 然後聽到有這個電話打來 然後開始聊聊很久這樣子 有啦 我要專程說 你那十分鐘喔 你來人家問家 我洗車子給你來給我看這個 好不然耶 真的 其實大家會互相想念對不對 是 那有理事長是不是也來分享一下 就是說 其實在影法俱樂部這樣子的一個執行期間 有沒有一些 長輩們給你們蠻好的一個回饋 就是 讓你們可以感動說 我做這個影法俱樂部真的是做對了這樣 是 因為影法俱樂部 在裡面就是都不外乎關懷仿事嘛 跟電話問安嘛 對 他們時間一到的話 他們就會主動的在那邊 不管是接電話也好 在門口等著愛心便當也好 也好 反正就是變成有一個互動一個期待 對 對長者每天的他的作息 他的 好像說 每天都活著很有規律 對 算說 他們都最煩惱的這個疫情 我這個疫情真的跟宏理市長一樣 打亂的所有的一些 本來都 把進來據點的長者 有一個 他來的是外籍 他會被動的 但是 一段時間 經過大家 來這裡學習也好 跟互動也好 他成長得很快 漸漸他就自己會跟人互動 本來都完全都不會 人家撐扶 還是說要幫他打理 後來他自己都會 疫情 去年5月 換他一陣子 再來 都完全都打回原形了 這很可笑 所以據點 真的可以幫助這些 亞健康的人 不會繼續的退化 我覺得 這些據點真的要繼續的推廣 越多人來參與是越好 相約大家 相約多人來 社區還是立的 都沒關係 反正上去都行出來 就是做得更好 所以 真的是希望疫情一定要趕快過去 長輩們才能夠再重新出來 不然好不容易已經養成了那個習慣了 你又停了那麼久 大家又說 我乾脆又待在家裡就好了 要不然我們訓練好的一些長輩 結果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能又慢慢的退化了 真的是 對長輩來講都是蠻大的一個損失 那我再請到局長 其實現在我們可以感受到說 現在公寓大廈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像大家都發現說 其實找場域場地真的是 不容易 最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其他都好解決 但是有沒有這樣一個地方可以來設置 其實才是最困難的部分對不對 對 其實場地一直都是對我們來講 都是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近些 尤其這一兩年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目標又放在 譬如說像一些教會 他們就有教堂 是 那他們也可以貢獻出來 也可以服務他們在地的社區的長輩 那另外就是像都會區 有非常多那種集合式的住宅 它有時候不是只有100戶 它是500戶 很大 所以其實他們都有公共的休閒區域 所以我們也跟他們談合作 就是說他們可以把公共休閒區域 也能夠拿出來 然後政府也可以給他一些補助 譬如說他辦一些課程 我可以給講師費 我也可以給一些食材費 然後鼓勵他們 這個銀法俱樂部就在我家 我下樓我就可以在這邊共享樂活 所以我們是透過這樣一個公私協力的方式 那目前呢 我們這個銀法俱樂部的公益大廈已經有14家了 那我們現在還要鼓勵他們在設銀法俱樂部的先修班 換句話說呢 你現在還沒有資格成為銀法俱樂部 你還不能共產 有規則的辦活動沒關係 但是呢 起碼呢 我可以先給你補助 你可以辦一些活動 等你辦得有興趣覺得 對長輩都很幫忙 那你覺得 你也很願意來做這樣的事情 再加入我的銀法俱樂部 我們靠過這樣的方式 那宏林市長 其實我們現在新北的經驗算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尤其我們五股更新社區對不對 聽說您現在還是到處去宣講 然後分享我們寶貴的一個銀法俱樂部的經驗對不對 有 我絕對不吝嗇 好東西跟大家分享 身為新北市的一份子 剛剛局長講的公益大廈 其實我們在八月中旬 我們在屏東會辦一個全國性的高峰論 據點高峰論壇 我們有一個分享一個題目 就是請我們林口東南社區 去分享公益大廈 把幸福送到家 哇 這個據點的一種左洞式的據點 我已經把它推薦成這個分享的主題之一 這個其實我們上一次也到外縣市 有一些那個像彰化啦 那個處長在問我說 你們新北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我說有 歡迎到新北來 我們很樂意來接待你 真的喔 真的我們新北有很多的一些長輩照顧的經驗 真的是可以跟大家來去做分享對不對 是 因為公益大廈其實要充分實用 因為其實現在新北來講 地多都很昂貴 那你活動中心的這種設備設施的那個場域也不太可能在一直在擴充 但是公益大廈有很多的那種空間 他們其實好好去運用的話 就可以造福更多的那個老人 真的 講真的那種公益大廈行的 尤其那個大社區彼此還不認識自己 更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俱樂部的一個形式 讓大家走出來互相認識對不對 對 要不然你們都不知道 你住在處邊隔壁到底是什麼 對 所以銀法俱樂部是大家的好處逼 這是一定的嘛對不對 不像我們那個可能永昌 永昌裡是一個比較傳統型的 對吧 大家可能套停除一種就多 所以大家彼此的認識是比較深刻的 所以彼此問候什麼那個都沒有太大的問題對不對 對 這個銀法俱樂部我剛才說的 這可以幫助老人不要趕快退化 在地熱活在地老化 這是新北市最好的政策 也是最好的 真的 真的我投入這幾年來 真的看到很多長者 有參與跟沒有參與真的落差太大 所以說我是覺得說 希望更多的社區發展協物 或是給辦公處 共同加入這個很重要的行列 就是銀法俱樂部這個行列 是 那我們也希望新北市繼續的 來去營造更好的一個樂活環境 給我們的長輩 是 那也歡迎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這個銀法俱樂部的一個成立 好不好 一起來幫助我們的長者 一起讓他們在地樂活 讓銀法俱樂部成為大家的後處逼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賓的參加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節目的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